歡迎收看健康2.0 我是姜文俊 我是韋汝 冬天到了你會不會常常覺得 眼睛乾乾癢癢的 癢的時候怎麼辦 手就會去揉啊 一揉小心細菌就跑去就得真眼啊 對耶 真眼 古老的人啊 像我爸媽都跟我講說 假設你得真眼的話 記得右手拉左眼 左手拉右眼 一定要這樣反著拉 真眼才會消失 真的會好嗎 我真的覺得蠻有效的 你真的覺得蠻有效的 我每次長真眼就像拉拉 它就消失了 今天就要來破除一下這個 問一下眼科醫師 這到底是真的還假的 另外除了真眼之外 冬天血壓容易高 小心眼睛也會中風 所以今天我們就要教你在這個冬天 怎樣保養你的眼睛 一開始我們先來看真眼 大家知道真眼就是長得像痘痘一樣 會凸起來紅紅 但沒有想到歌手黃瑋鏡 他的真眼一開始竟然是淤青 怎麼會這樣子 是啊 這也是蠻特別的 但是他就是在 很多人喜歡po嘛 對不對 人家就講說地震 或發生什麼事是會先告訴誰 現在都先告訴FB 然後他就po上去就說 我就長了眼睛突然瘀青了 然後我就趕快去看醫師 結果他說 天啊 醫生叫我現在進手術室 然後就沒有聲音了 然後大家就開始緊張了 結果他手術後出來 一結束的時候 醫生就跟他講解釋完病情 然後就進了手術室 然後清除好之後 他趕快又補po了一下說 還好啦 原來是我長的真眼 他就裡面一大堆濃 所以動了一個引流手術 對 然後醫生他說 為什麼要馬上處理 這嚇死寶寶你知道嗎 進去看門診而已 怎麼變成要開頭 他說因為如果不處理 可能要兩三個禮拜 他就想那就趕快處理 那最後呢 我們也看到還有一位 就是我們的任聾腺 他也是 他呢就是馬上就說 我怎麼眼睛上有一個白白的 怪怪的 然後大家就馬上說 哎呀你這個也是賣力種 這講得多學名啊 超標準的 賣力種啊 所以呢你也要趕快去看喔 不然萬一發炎了會很危險 當然不是說一定是看到不好看的東西 那我們也知道 這最新的這個姐姐你知道吧 晶艷姐姐呢他就講了 他說2021就是要睜一眼閉一眼 因為他也得了 OK 對啊你看他一開始的時候 就覺得眼睛有點紅紅的 他就說 哎這個是不是紅色眼影啊 他搞不清楚 他等到他自己笑還是去看眼歌 到底要不要 現在我們就要問問看陳醫師了 睜眼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會長睜眼 而且剛才韋汝那個動作 對啊 右手拉左眼 右手拉右眼 還是單手這樣也可以 他自己呆呆的 拉眼睛真的有效嗎 而且眼睛腫起來 到底是我們常說眼睛過敏也會腫起來 這跟過敏又怎麼分啊 陳醫師 對 就是沒錯啦 就是我們小時候真的就是聽到說 右手拉左眼 左手拉右眼 對 其實有那麼麻煩嗎 不用啊 就右手拉右眼 左手拉左眼 好 幹嘛這樣快要插過去 有的時候就這樣一拉喔 他那個 他那個真的就是細菌擴散 就脫出去了 閩南語就脫出去了 就是這個睜眼其實就是眼睛長青春痘 這長龍的意思 這個地方就是臉會長青春痘 眼睛也長青春痘 青春痘的意思就是說 它裡面就是有細菌 對 有細菌的話 你在那邊給它揉 給它在那邊壓 它那個真的細菌就會變蜂窩性 阻子眼 那當然眼睛又整個就 那我就拉一拉怎麼有效 對啊 為什麼我會拉一拉就好了 有些人喔 我們臨床上看到了 大概有一半的人 他是很小顆 然後剛開始 開始要化膿 你壓一壓拉一拉 可能有效 可是有的人很奇怪 要上班啦 我們臨床上就看到要上班 或者說 有的老人家 一直忍耐忍耐 忍耐個一個禮拜以後 真的 細菌越癢越大 因為那個裡面其實 就是我們很多的油 就是我們平常臉上面 長那個青春豆上面的 其實裡面的油脂很營養 細菌的話怎麼樣 一跑進去就越長越多 好像吃了大力丸 就越長越鼓 到了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的時候 完蛋了 它就整個就鼓起來了 所以為什麼說 我們要到有的時候 很危急的時候 要到開刀房去處理 甚至於要吃抗生素 掉點滴都有可能 對 其實這個就是 很嚴重 人家老婆 如果你長在屁股上 就是長釘子嘛 反正就是濃在那邊就對了 可能在初期這樣拉一拉 那個濃背好像 類似你擠青春豆的感覺 這就沒事了 沒錯 那跟過敏怎麼分啊 對 這個也是一個 很討厭的事情 就是過敏 尤其是小孩子 來的時候也是 眼睛是鬼塊 那醫生通常會過去怎麼樣呢 我們會去上眼皮 給它壓一壓 壓一壓 下眼皮 對 下眼皮壓一壓 通常有細菌的紅腫熱痛 這個壓下去 小孩子會 唉呦會叫一聲的 那就睜眼 睜眼 壓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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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 沒講話了 就是過敏 過敏 過敏點個藥水 它沒有細菌 點個藥水 但是這個拉眼睛 還是千萬不要 沒錯 還要看情況 但我小時候也聽一個傳說 就是小時候如果你長睜眼 很多家長都跟你講說 你一定是偷看別人吸道 大部分都是 看了一些不該看的東西 周醫師 周醫來的時候 他長睜眼真的是因為這樣子嗎 我跟你說 真的是跟看了不該看的東西 沒有半毛關係 但是以前 但是以前 但我現在知道 要告訴大家說 因為現在看不該看東西的 一個資源來源豐富 非常豐富 用滑手機看不該看的 所以因為你手上吃洋芋片或是不洗 而且手機是全世界細菌最多的地方 比廁所還髒 結果我們病人裡面 90%其實還是結膜發炎 結膜炎 但是還是真的有一部分變成了針眼 所以在針眼來說 中醫講的原因不只是細菌 我們想就三個原因 當然有些是複雜性的 包括有些人 他是因為過勞 體虛 風熱 就是他的火氣大 好比說我們有個病人 他一直跟我說 他都沒有吃東西 然後因為他很胖 他糖尿病患者 我說你沒有吃東西 那沒關係 他說他都照顧爸爸好辛苦 長了針眼來找我們 這合理 那我說那我們測血糖好了 你沒有照顧爸爸 在醫院照顧爸爸 你居然血糖287 很高很高 正常人是100左右 對不對 96到100 我就問他說 你為什麼長針眼 而且你為什麼287 他說 剛才吃了牛排和5碗的玉米濃湯 因為牛排店的濃湯是不用錢的 他吃了 所以這就是等於說 他的風熱加上吃了烤物 炸鍋重口味東西 加上他的飲食不解造成的 那還有一種人 還真的是很冤枉 就是我是建議是 他很像是怨天怨地怨空氣那種 他每天吃養生的 每次就是很乖的一個小女生 上班族 他的眼睛有一次很誇張是 左眼長了兩顆在下眼 下眼睫 右邊長了一顆在上眼睫 同時間有三顆賣力 種在他身上發作 那以前他都是用針去挑掉 那個西醫就是醫生眼科醫生 把他挑掉就好 可是因為常常挑的話 會變凹凹凸凸的 會有一些疤痕 因為傷口比較大 所以他就是開始在我們中醫 用一些比較清熱解毒 化瘀的東西 然後讓他減少他的一個 因為體虛反覆發作 這種人是他的生活作息正常 可是因為他身體裡面的 免疫系統和復原力不好 所以反覆發作造成的一個 發炎症狀 我們建議用中醫調理比較好 其實冬天為什麼會長成這樣 除了講大家去揉眼睛之外 好像跟冬天飲食也有關係 是不是 對 因為冬天人 大家都會喜歡吃一些 比較油脂比較高的 甜膩的東西 對 那時候你就會發覺 然後加上你如果作息不正常 有熬夜的時候 其實是更容易發作 我記得我女兒小時候 我女兒小時候是因為是 睫毛倒叉 他睫毛倒叉他就會癢 所以他就一直揉 所以小孩子比較容易發生 就是因為你揉 所以細菌性感染 但是我兒子不一樣 我兒子是我記得幾年前 他是為了要考試 我記得好像是 專科醫師考試什麼之類的 他就熬夜 然後考完試之後呢 他就放開心了 他就去吃大餐 然後還去看午夜場 然後隔天就突然就眼睛 紅腫起來 然後我就問他說 你到底幹嘛去 就看了不該看的東西 看了不該看的電影 沒有沒有 結果我問他 結果他前一天 他就吃了 那個叫什麼 德國豬腳 然後看電影又爆了 爆米花 結果隔一天 因為他不是準備考試嗎 連著一段時間也沒有好好休息 所以他就整個睜眼就起來 那也是 那一次我記得印象很深 他就拖了兩個 以後還是凍到 還是凍到 還是把那個龍弄出來 所以凍天真的要保護你自己的眼睛 剛才有講到瘀青 睜眼會瘀青 好像應該不大會 而且另外眼睛瘀青到底是不是急症 會不會有一些疾病其實很危險 瘀青這個我們在門診常看到的就是 男生或者女生戴個墨鏡來看病 然後一打開來就瘀青 那時候醫生心裡就第一個想到說 瘀青被加爆 對 有時候就是 我看那個有時候男士在那邊講半天 說沒有啦 不是啦 不是啦 都假的我知道 那這個東西是這樣 我臨床上十個裡面大概九個 真的是瘀青 外傷 外傷 尤其是晚上睡覺的時候去瘀青 撞到 瘀青 那為什麼眼睛容易瘀青出血呢 因為我們每個地方都需要 對 血液工藝 其實最好的地方就是臉 因為血管非常多 非常密集 那你去揉啦 去抓啦 很容易這個血管一破的話就會瘀青 那其實眼睛的瘀青 其實我們平常尤其女生 你穿裙子 你腳踏車什麼的 有的時候就是回到家 我太太跟我講說 她有的時候腿上面什麼瘀青 回到就瘀青了 就是她自己也沒有發現 她就是瘀青了 那眼睛 臉 旁邊也是這個樣子 很容易就血管就會瘀青 那臨床上看到的就是說 有的時候應該講說 這個叫做小的血管破掉 也就是說算作是小小中風的意思 中風的定義就是血管破掉 你現在就是小小的血管碰 那個破掉 但是臨床上還是有看到說 她的這個血液 她的凝結比較差的 你血功能有問題的人 對 像白血病啦 如果血小板有問題啦 像這個如果容易臉部 容易就是隨便抓啦 碰啦 瘀青 還是要到 還是要小心啦 到醫院還是要檢查一下 對 所以說臉部黑青的話 假設你自己知道你沒有外傷 你在跟你的枕辨人確認 他晚上沒有偷打你的話 那你還是要去醫院檢查一下好不好 對 沒錯 有的時候針眼我還常聽到說 你是不是火氣大 所以容易長針眼 這個時候我們要喝清草茶來講 還是真的是火氣大呢 周一子 的確 但這種火氣大跟胃火乾貨 比較沒有關係 我們終於有句話說 朱痛 庸窗皆屬於心 所以其實針眼來說都是心火比較大 心火就是你念書念太多 晚上不睡 生活作息表不正常的話 從心火還有降火這方面去想化 那第一個屬於就是連翹 連翹本身來說就是可以清熱解毒 還有消庸散結 我們說的 剛才陳醫師說的 丁阿或是毛囊 青春痘 就是我們說的庸窗 所以我們用五公克的連翹 加上五公克的極梗 加上大家最喜歡 只要是眼睛不舒服 頭腦頓頓的 空空的 我們都喜歡用桑葉菊花 菊花五朵加桑葉五公克 我們去煮成水來喝 因為很多人症狀 體質不同 我們想的是 這個如果你在大發作很痛的時候喝 他可以去清熱解毒 還有就是你常常發作 你覺得你一定有預感 因為你是身體的主人 你發現好像明天可能會發作 你趕快喝 讓他的殺傷力不要那麼大 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在即興其他預防都有用 莉華你喝起來感覺怎麼樣 好好喝喔 這個 他喝起來順順的 這應該是我帶來最好喝的一次 真的最好喝 太苦了 平常這個 周一吃調的都有一點苦味 我很討厭苦 因為我是屬螞蟻的 很喜歡吃甜 可是我覺得它是回甘的感覺 回甘很好 而且淡淡的甜度 對 桑葉菊花的味道是對眼睛 而且青頭目眼睛風熱非常有效的 好 所以這道茶飲介紹給大家 另外就是你有時候會覺得眼睛前面突然間一黑嗎 小心喔 這有可能是眼中風的前兆喔 另外你知道眼睛營養素需要哪些要怎麼料理嗎 我們廣告之後回來告訴你 天氣變冷我們全身上下都會做好保暖的工作 沒錯 但就唯獨眼睛 因為眼睛它最不怕了 但想不到眼睛到冬天竟然會中風啊 其實應該這麼說 因為眼睛是我們身體血管最細微最小的地方 其實它如果其實一旦有狀況的時候是最明顯的 所以我們有時候可能身上還沒看到藕塵 可是眼睛就紅啦 媽紅 對 那我們有一個案例就是她是一個女生 她是56歲 可是她本身就是有高血壓 還有在做附膜透析 那我們也知道為什麼每次講說三高啊 會讓我們的血管栓塞 有沒有阻塞啊 硬化 其實高血壓它就佔了一個嘛 對 可是她自己也想說也應該還好 然後她顧得很好 那冬天呢 她也是都照這樣做 結果有一次她就突然發現眼睛怎麼突然 有點視野看不到 黑黑了 然後就趕快去就醫 結果就醫的時候醫生就是有發現到說 原來她就是這個在冬天的時候保暖的狀況 沒有照顧得很好 而且重點就是她的這個血壓也沒有控制得很好 所以以致造成就是我們所謂的那個我們的視網膜酸塞了 那因為彈性不好嘛 那同樣的就會想說女生有那男生 男生也會有 那我們這位男性的他是比較 我們所謂三高他就兩高了 一個高血壓一個糖尿病 也是同樣的症狀 可是她自己是覺得說我也都保養得很好照顧得很好 錯 其實你的這個控制的當中 你除了你自己本身 這個平常的保養之外還要記得冬天 因為冬天會熱脹 忽冷忽熱 反而讓你的血管的彈性如果不夠那麼好 更容易造成 他也是一樣又是看不見了 然後就很緊張到了醫院 然後趕快做了治療讓他失利 而且他原本失利就一下子當掉的時候是變零點多 對啊 其實有時候真的很可怕 冬天除了那個很冷血管收縮之外 啊你膠感神經就是會亢奮嘛 因為冷就會亢奮嘛 啊冷的時候哇 這樣一直抖一直抖 血壓有時候就上來了 就更容易眼睛中風了 不過我們平常在講中風 腦中風我們都說有什麼初血性啊 有什麼缺血性啊 陳醫師眼睛的中風怎麼分啊 而且眼睛中風的症狀會不會痛啊 像我們一般那個腦中風 我們就會叫他什麼叫他笑一笑 兩個妹妹歪歪的啊 他眼睛中風有什麼症狀呢 跟那個一般的中風有什麼不一樣啊 對 眼中風真的是 現在是很麻煩的一件事 這個中風家族第一名就是腦中風 然後大弟大哥 大弟就是心肌梗塞 現在找到一個二弟 這個二弟就叫眼中風 那眼中風很討厭 他是無痛的失明 就好像關窗簾 我們把窗簾一關 整個一下黑掉 就暗掉了 對 很多病人 所以腦中風的症狀他是不會痛的 不會痛的 而且很像是什麼 我們有病人就講說 我是黑暗症 就好像說我們蹲在地上 然後爬起來的時候 突然黑一下子 那他說我身體很好 我這個每次站起來 或者說眼睛黑掉的時候 一下就恢復了 可是我說你一百次裡面有一次沒恢復 就叫眼中風 那我們講眼中風其實是眼球模型 我們把它打開來看 大家可以看到說眼中風其實我們要講的是比較上面的 也就是說眼睛後面比較上面的血管 就是這個像這樣的血管 很多很多的血管 四網膜上面一大堆血管 那這些血管我們知道血管分動脈跟靜脈 那在眼科的話 就是眼中風我們就分兩種 那這兩種我們現在用這個圖來看 你看這個眼底的圖 那可以看到說這是四神經 這是血管 那這個叫做動脈的中風 那你可以看到說所謂的動脈中風 就是它動脈的血液上面裡面 它的這個油脂去梗塞了 有個眼梗 這邊都突然斷掉了 對 後面就沒有了 所以血不會通了 這叫動脈的中風 那靜脈中風不一樣 靜脈中風就是什麼 血全部不從靜脈溢出來 像靜脈曲張一樣這個鼓住 這靜脈曲張 你鼓住以後不只鼓住了 而且怎麼樣 它裡面的靜脈的血全部都溢出來 好可怕整個都血 有點像出血性的中風 對對對 所以說動脈的中風的話 我們看眼底它是有個梗塞 然後眼睛白掉了 白掉了 沒有血了 那靜脈的中風的話 對不起 不一樣 它是整個血都溢出來 OK 整個整團都血 但是不管怎麼樣 兩個都是無痛的視野 所以這個無痛 那個視野突然消失 就再也不會好了 對 不像你這樣突然站起來 那黑一下又好了 這種中風是不會好的 是不是 那為什麼是冬天特別容易發生 哎呦 冬天的時候 我們知道嘛 一出門我臨床上就有看到病人怎麼樣了 這個大肆的學生 然後就是騎中考之後 他就很高興就帶女朋友去吃麻辣鍋 吃麻辣鍋 喝啤酒 然後呢 就是好開心 然後呢 就是喝喝喝到半夜兩點鐘的 騎這個 騎摩托車去活動車 夜遊到陽明山去遊 一遊 遊完回來以後呢 熬夜嘛 他又三四點鐘又跑去K哥 血壓又高囉 對 第二天呢 上課了 就上課看黑板他覺得很奇怪 他的眼中風剛好是一半 一半 血沒有全部溢出來 他很奇怪 他就是看老師的黑板 往上看的時候 看得到 可是他會寫的時候 他會寫筆記 看不到 因為剛好有一塊 它是下方的眼中風 所以上面 上面 上方的眼中風 下面 下方的視網膜看上面看得到 但是往下看的時候 看不到 所以 也就是說到冬天的時候 真的是 你這個跟腦中風心肌梗塞一樣 血壓的控制不好 對 然後你又自己喝酒 然後這個就是又熬夜 然後又出門騎摩托車 血管一收縮 完蛋 就嚴重工了 所以這個就是剛才陳醫師講的 那個動脈的阻塞的話 有可能是血管變細了 因為可能高血壓的關係 另外也可能是血栓打出來 靜脈就是剛才陳醫師說的塞住 對 因為眼睛就很討厭 就是說眼睛就是說 它就是動靜脈會有交叉 還會交叉 在交叉 然後你動脈 這個血壓太高 壓迫靜脈 完蛋 壓迫靜脈 靜脈 血流不來 流不過來 就爆出去了 就像出血性的中風一樣 所以除了像剛那位大學生 你長夜期 熬夜之外 還有哪一些人的體質 比較容易嚴重風 是 因為中醫來說 叫嚴重或叫暴芒 暴芒就突發性的芒 它是可以恢復的 但是隨著現在 因為高血壓或血糖問題 其實本來是眼中風 都是50歲以上的機率比較高 現在其實有年輕化趨勢 但是我還是要告訴大家 這個真的是比悲傷還悲傷的故事 因為叫氣氛 為什麼 因為其實 你說好像眼中風 男生女生是差不多 事實上男生的一個控制不好 或壓力大 可能比較容易眼中風 就是說完蛋了 眼中風跟平常中風不一樣 它是不能復健 在家裡不能提重物 不能做家事 等於說這老公在家裡 等於是大型移動家具 什麼都不能做 廢掉就對了 對 讓老公就很氣憤 對 那這時候我們就提供大家說 如果他就是真的眼中風 不能提重就坐在那邊 那怎麼辦呢 我們跟大家說 如果你在一個不辨證論智之下 不用吃藥的方法 我們可以用一個 好 既然眼中風不能復健 那我們噴噴就好 噴噴就好的意思是 我們可以把一些虎杖 還有桑葉菊花 我們各10公克熬成水之後呢 熬成水 濃煎 你可以把它放在 你可以用500C的水 去把濃煎之後放在冰箱冷藏 在你在用眼過度 或是你已經眼中風 在復健過程中 麻煩你是閉著眼睛噴 閉著眼睛噴 剛化妝水再噴就對了 對 噴在眼睛的鼻子上面 就閉著眼睛噴 噴完之後 閉著讓它稍微舒服一點之後 好 那我們可以用微笑刮沙法 眼睛旁邊的一個穴道 一定要是輕柔為主 你可以找一個弧度 你比較順眼的弧度 反正在這邊看電視沒事做 就來呱呱自己微笑刮沙法 我們不要從眼頭這邊 精明穴開始 我們從澄氣四百 框骨這地方 開始往桶子撩 太陽穴刮 刮上去 輕輕地刮 刮完之後呢 因為濕濕的 所以刮起來是不會有刺痛感覺 然後呢 下面要輕 上面可以略重一點 就是眉毛 我們把它當作一隻魚 魚頭 魚腰 魚尾 我們可以稍微用力刮 就很類似在刮眼睛的周圍 是 因為這地方 都是我們的三交睛 膽睛 膽睛 膀胱睛 會讓你放鬆一點 那另外如果說 你真的在這個水 還濕濕的 還沒有結束 濕的時候 還是有一點略濕 還沒有乾的時候 你可以利用這樣來 提眉毛的方法 利用抓提案的方法 以不傷眼球的一個刺激 肌肉和血管放鬆 和肌肉放鬆 打到在腹腱 在眼中風腹腹腱 而不用到重物去腹腱 這邊好像可以增加 眼球周圍的血液循環 可是在冬天 大家免不了要吃鍋 蘇維老師 那我都已經很愛吃鍋 沒辦法 一定要吃 那還有什麼辦法 可以補救 那當然我們還是要 從食物上面 做一些預防性 對 預防性的 一般來講 既然是中風 一定是跟血液循環有關 所以我大概幾個面向 第一個就是我們攝取一些 抗氧化營養素 比較豐富的食材 包括維生素ACE 還有微量元素的新銅鐵 其實這個是幫助什麼 清除自由基 你清除自由基的話 血管老化的就比較慢 維持我原來青春的血管這樣 那另外一個假設你已經發炎了 那我們就建議 那你可能要多攝取一些 抗發炎的營養素 像我們打三脂肪酸 這個大家都知道 他可以幫你調降血脂 還可以幫你降發炎 像薑黃素也是降發炎 那雲香 干擾 狐皮酥 丁香氛 這些還可以促進血液循環 所以這些除了幫我們 可以抗發炎之外 另外一個 我可能就要提醒大家 你可以多攝取一些 因為我們血管很小 很細 希望能夠讓血管有擴張效果的 對 它能夠促進血液循環 那就會避免眼中風 所以這時候我們會比較建議 就像花青素 硝酸鹽 金安酸 這一類的 像花青素 它本身就是可以讓你血管 維持內膜彈性 所以它彈性好 血管血流就會比較好 硝酸鹽是因為我們會產生 營氧化蛋 營氧化蛋可以讓我們的血管放鬆 那血液循環就比較好 金安酸也是一樣 所以大概在預防上面 日常生活裡面 我們就多補充這一類的營養素 那我們就可以做預防的動作 是的 主廚就要教我們一道 能夠預防眼中風的料理囉 要預防眼中風 除了生活做其要正常之外 也可以利用中藥材來做 對 怎麼做呢 我今天做這一道是元氣石鍋蛤蜊 那其實我用很多中藥材 我們那個周醫師幫我們配一些中藥材 白生啊 茯苓啊 玉竹啊 那這些東西 我們看有點像四神湯的感覺 沒有啦 差那麼多 對四神湯的話是有芡食啊 然後都不一樣 那把它熬成像一鍋這樣 你這個是熬完的是不是 對 太熱熱的 好 那我們在熬這一鍋湯汁的時候 就是我們用小火熬 慢慢熬 那我大概熬了一個半小時左右 一個半小時 慢慢熬 對 那當然我們今天要用了蛤蜊 蛤蜊也是一樣的 很重要的一點是要蛤蜊要處理 喔 怎麼處理 就是我們要讓它吐沙 那最迅速的吐沙方式呢 大概就是用四十五度的水 四十五度 溫水 然後稍微去給它搖一下 讓它暈船 你看像現在有沒有 這個跑出來了 跑出來 就讓它暈船 它還活著 就一直給它搖晃 它就會暈 暈了就會吐出來 它就會吐沙 這樣子 最迅速 大概十分鐘之後就可以吐沙了 你只知道它溫水去 還要這樣一直搖 就我們中藝蜻黑色做九頭暈 對對對 好 那首先我們在鍋子的部分 石鍋稍微去把它溫熱一下 它燒一點芝麻油 芝麻油 對 芝麻油把它放上去之後 你還用放姜 我用姜 我放的是白芝麻油 芝麻油配姜 這味道真的很香 對啊 冬天就一定要這樣吃 非常棒 好 那我們現在一樣很簡單 像我們今天用這種紅蘿蔔 紅蘿蔔 那紅蘿蔔我們稍微去把它燙一下 這是熟的 沒有 我們燙一下 燙一下而已 把它跑一下燙一下 把色味去掉 然後把那種比較不好的味道把它去掉 那一樣把紅蘿蔔放上去 像紅蘿蔔放進去 稍微在鍋子裡面 讓它停留一下炒香 炒一下 那一樣把顏色配得漂漂亮亮的 那當然我們還是用了這一個 花椰菜 那花椰菜是季節 非常棒 好像花椰菜就是有一個重點 很多什麼 花青素 很多蟲 很多蟲 要怎麼處理 一樣很簡單 我們在水裡面再淋鹽巴 然後整個蟲就會跑出來 要搖嗎 不用搖 好 一樣把這個花椰菜 用鹽水處理它就對了 把它稍微在鍋子裡面停留一下之後 好 一樣稍微炒一下味道 然後接下來我們把鹽巴的部分 開始調味了 加進去 加一點鹽巴就好 鹽巴放進去之後 那我們接下來要把這藥膳汁也加進去 重要的藥膳汁 藥膳汁要把它加進去 熬了一個半小時了 熬了一個半小時 藥膳汁放進去之後 那接下來我們要幹什麼了 我們就是要把這個蛤蜊的部分 給放進去 這個時候放蛤蜊 這個時候放蛤蜊 我們蛤蜊就放進去之後 稍微悶一下是不是 我們稍微 讓它蓋起鍋開 蓋起鍋來 讓它們煮一下 周醫師你準備這些藥材 到底對我們眼睛有什麼幫忙 這裡有兩個要點 第一個是眼睛 眼中風來說 不管眼睛疾病也好 都是需不受補的狀況 需不受補的意思是說 它雖然生病了 可是它不能吃補 要像十全大補 麻油雞 羊肉爐 有人吃了以後還會紅彩炎發作 像免疫系統的問題 第二個是 這些選的藥材 都是從乾肾皮開始 因為這樣的病人 其實他在中醫的角度是 他乾血上達不到目 肾氣上達不到目 然後脾胃之氣生發陽氣 上達不到眼睛 都是上不去的情況下 用這些藥材是比較好的方法 在這裡面 那另外來說 這些藥材有個特色是 如果你熬煮之後 其實雷師傅做的一個重點是 你要先熬煮好藥汁 不要像媽媽來說 把全部的藥材跟食物 放進去熬煮 那個很可怕 非常苦 這樣的話 其實清濁之分會分不出來 所以它的藥汁先熬 再放下去是一個最大的重點 OK 好 那我們開始在鍋子裡面 稍微燜煮一下 因為其實我們蛤蜊的部分 還是要有一點時間 還會打開 對 那我們在開口之前 我們先把這個 枸杞的部分 乾枸杞的部分 我們稍微把它洗過了 那把它撒進去 撒到我們這個蛤蜊裡面去 好 對 所以最後這湯汁也可以喝吧 這湯汁可以喝 而且以我們料理人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滿喜歡這種藥杉湯汁 為什麼 因為其實這藥杉湯汁 其實做起來 因為它有非常多的藥材 綜合在一起之後 其實對我們料理人來講 它是一種香味 跟香料的那種提味 那種感覺 是不一樣的 就像我們最常用的那個中藥 才會用什麼當歸 是 枸杞 然後有一些什麼 黃芹那些東西 那種東西呢 A加B加C 加起來那種味道呢 其實融合在一起是非常棒的 就不用加太多的調味 就很簡單 就一種芭蜜 好 那我們要幾鍋前呢 我們要幾鍋前呢 把它撒一點 米酒 哇 這個把味道整個都逼出來 對 把它逼出來 好 再把它燜一下 OK 燜一下再打開 我們這一道護眼料理就完成囉 這道元氣石鍋蛤蜊 將鮮甜低脂的蛤蜊 加入藥膳汁一同燜煮 裡頭的白芯芙苓幫助補氣 雞血疼還能活化血淤 清香又養生 預防眼中風 一定要試試喔 天氣冷了 大家都很喜歡去泡溫泉 但是小心你眼睛裡面的黃斑布 可能會爆血管喔 我們廣告之後回來告訴你 天氣一變冷 大家都非常喜歡去泡溫泉 沒錯 照理說泡溫泉 全身上要血液循環 那邊非常好 超舒服好不好 怎麼會泡到眼睛的黃斑布病變復發 因為今天在說我的病人 其實我以前開到房是沒有眼科 後來因為眼科到我們那裡之後 我才發現天啊眼科病人還真多 而且其中最可怕就是黃斑布病變成病人 幾乎我們到後來都變成好朋友 因為他每兩個禮拜或是一個月就要回來 因為他就是要一直在重複要治療 要打針這樣 然後呢我們以前也大概一個禮拜 頂多一兩臺 現在是一天就二十臺 你就可以知道那個黃斑布病變 我們會覺得超可怕 那最重要的意念就是 尤其是糖尿病的病人 就越來越多 那我要講的這個案例是 我們之前是有一個媽媽 他應該我們也都叫長者啦 他就是住在那個溫泉會館那邊 他家裡就是走出去就有 然後他就說之前他都很喜歡泡溫泉 而且他覺得泡完溫泉以後 全身很舒服 那後來就是因為他是糖尿病的關係 就引起了這個黃斑布病變 那其實因為他說他去看這個溫泉會館的時候 上面並沒有寫說 這個黃斑布的眼睛的問題 當中就寫血壓 血壓 對皮膚病啊 高血壓對不對 根本沒有寫到這個 結果呢他就進去泡 泡完之後就當天就馬上就 眼睛就整個就是很不舒服 然後整個他就覺得說 怎麼突然好像有點腹發的感覺 就趕快掛急診 急診的時候醫生跟他說 你是做了什麼事 他就說就去泡溫泉 他說我上次不是跟你說 你不能忽忍忽 他說沒有講到 要泡溫泉 好 那這個是一個案例 這是一個阿嬤級的 那另外一個是年輕人 年輕人他36歲左右 他也是 可是這個人就比阿嬤要小心 他自己也是覺得 他其實也是之前是黃斑布病變 可是他是已經治療 算控制的很好了 那醫生也跟他講說 你不錯 算是控制得意的人 他就很放心 結果呢 這也是天氣人嘛 陪太太陪家人去泡個溫泉 很不錯吧 然後一進去的時候 他很仔細 有注意聽醫生說的 進去任何東西都要看一下 他就看了 又是來了 剛剛講什麼 皮膚病 高血壓 心臟病 就是沒有寫到眼睛 或者是反反病 對 結果他一進去泡完之後呢 就覺得也好像也沒什麼不舒服 他是隔天 隔天之後早上起來 發現整個眼睛都不對勁 你趕快去掛這個急診 那醫生就 他的眼科醫師 因為跟他很熟嘛 就跟他說 你怎麼了 他才說 我也不知道 突然說 那你最近做了什麼事 他說 就昨天泡溫泉 啊 醫生說不能去 他說可是我有看 所以呢 黃斑布病面的病人 真的要注意我剛講 熱脹冷桌啦 冬天啦 還有泡溫泉 真的要特別小心 這真的很奇怪 最後要問一下那個陳醫師 可不可以先跟我們講一下 第一個 黃斑布到底是幹什麼用的 第二 黃斑布裡面 這個跟泡溫泉 又有什麼關係 一旦泡溫泉產生黃斑布 出了事情的時候 又我們人又會怎樣感覺啊 而且聽說你拿火山來形容 這跟火山什麼關係 大家我們看這個眼睛的眼球 這是最前面 這是最後面 大家這個地方是角膜 這個中間是 中間是瞳孔 那我現在把眼球打開 現在把眼球打開 大家可以看到說 前面就是角膜 然後這是水晶體 然後光線這樣 一直從瞳孔射進去的時候 射到最裡面的這個地方 大家可以注意到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就叫黃斑布 就是眼睛最後面 最重要正對瞳孔的那個地方 就是用來感光最重要的地方 就叫做黃斑布 我們正中間 我們想要看什麼的地方 大腦想看的地方 就是黃斑布 就用黃斑布來顯示它就對了 對 那現在就很討厭 現在就是說最近這十年 我們現在就是大家吃得好 其實旁邊這個血管 開始就是大家功能開始變差了 然後黃斑布受光 它受光的力量也是變得抵抗力不夠了 對 然後它這個地方會產生一些病變 產生什麼病變呢 它這個地方會產生所謂的心生血管 OK 長不好的血管出來了 長心生血管出來 因為我們使用過度那邊受傷了 為了要修復就長一些血管出來了 對 那那個血管其實是不好的血管 不成熟 不成熟的血管 其實我們可以講說黃斑布病變 其實就是一樣 跟眼中風一樣 就是血管病 血管病 所以說怎麼樣 你如果血壓高 生氣大便用力 什麼唱歌罵人 有沒有 它也都是血管病 血管血壓一衝上來 然後臉紅 病人只要臉紅脖子出 有就有事了 OK 這個臉紅脖子出 這個血液在這個頭上面 那它這個血管如果爆掉的時候 黃斑布血管如果爆掉 我們會怎麼樣 一樣就是黑掉是不是 因為我們剛剛看這個地方 它也是正中間 對 那正中間的話 就變成怎麼樣的 那個地方爆掉的話 它就是黑一塊 一小塊而已 對 那黑一小塊 你會覺得說 黑一小塊有什麼關係嗎 對 可是黑的地方 剛好就是你大腦想看的地方 黃斑布 最清楚的地方 對 那所以說病人 黃斑布病變的話 通常就跟醫生講說 我想看什麼就看不到什麼 是 OK 那我有個病人跟我講說 嗯 我很奇怪 我打麻將的時候 就是要 就是旁邊的牌照偷看得到 自己都看不清楚是不是 對 那就想要看五萬還是八萬 結果就是那個 五還是八的看不見 是 萬看得到 哎呦 五看不到 OK 想看什麼看不到什麼 的最大的痛苦就是 黃斑布病變 所以只能血眼去瞄人 是 所以像這個 這個什麼意思說 血液出血 就是指這個血管的問題是不是 血管的地方 像火山爆發嗎 血管 就是從脈絡 我爭上去了 那血管爭上來了 對 爭上來以後怎麼樣呢 你血管一爆炸的話 你的血管一爆破的話 是 血液溢出來 就好像什麼 就好像火山怎麼樣 火山爆發 可是在還沒有爆發之前 它可能也會水腫 對不對 是 就可能會看不清楚 就霧霧的了 脂蛋白也會露出來 是不是這樣子 是 OK 所以說正中間 火火山 那就正中間 就是那個地方 炸掉了 炸掉 火火山爆發 那有哪些行為 會導致這個東西會爆發 因為它是血管病 所以說我們講說三高 三高 三高 然後就我們剛剛講到的 大便用力啦 唱歌啦 吃之前 冬天泡湯泡山湯 吃火鍋 劇烈咳嗽 上廁所過於用力 所以不要便祕好不好 不要熬夜打麻將 唱歌不要飆高音 都小心你爆血管 是有罵人啦 罵人啦 小聲一點 對 像眼睛這種保養 我們常看一些電視廣告 大家都跟我們講說要補充夜黃素 但其實還有很多營養素 也是你要補充的 淑慧老師是這樣嗎 對 真的的確是 我們大家都在黃斑部裡面 就是黃色 所以聯想到就是 玉米黃素 玉米黃素 其實不只 跟我們所謂的 四網膜 感官細胞 有相關性的營養素 都可以提供保護 那我把它調列出來 第一個就是我們大家都知道 葉黃素 玉米黃素 它可以幫助我們擋掉紫外線 擋掉我們山西產品的藍光 保護我們的黃斑部的退化 那第二個呢 就是我們 那時候我們會比較從哪些食物來 黃色的 黃色的 玉米啊 藍光 黃色的 生綠色的 橙色的 橘子柳丁 也都有 也是 對對對 所以這個都可以來 好 那第二個呢 我們既然是本身是想要讓我們的血液 一樣 陳醫師講 就是血管的問題嘛 所以我還是要讓我的血液循環是好的 有彈性的 有發炎的 我能夠這樣發炎 所以好的油脂 Omega 3脂肪酸 它可以讓我們的眼底的血流暢通 所以一般來講像深海魚啦 或是吃一點亞麻仁治啊 其實對我們也是有益處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感光細胞上面其實不單只是黃斑部 就是黃斑部裡面本身我們真正會去感光形成視覺的 其實要靠的是柿子 柿子是一個物質 對 柿子是跟我們的蛋白質結合 然後藉著它一個視網純跟視網權的轉換引起了神經電位差 才促進大腦引起那個視覺的反應 好所以基本上你要先有那個物質在 你視覺才能夠形成 那這個柿子的前驅物 就是維生素A 所以從小大家都知道吃胡蘿蔔要夠肉汁 對不對 媽媽都想你一定要吃魚乾油 對不對 要夠肉汁 目的就是要提供維生素A跟被塔胡蘿蔔素 好 那另外呢 我剛才講柿子的形成除了維生素A 還有一個蛋白質 那這個蛋白質要形成 還要靠一個微量元素 心 對 所以這些東西你都必須要同時存在 那心就是我們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牡蠣 蘭瓜籽 我想這個大家都曉得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希望能夠一樣提供血液循環的 就是花青素 特別是因為我們的血管真的很小 所以微小血管那個彈性 花青素的影響就很大 那還有另外一個蝦紅素 它是做一個輔佐作用的 它可以輔佐葉黃素 然後除了這個之外 它還可以提供我們的視網膜下面脈絡膜的血液循環 你營養素送得到 後面才有營養的效果出來 所以希望這六大營養素都能夠給大家幫忙 沒錯 所以就是在中醫方面也有在講這個黃斑部 你說有個按摩的方法 還有一些茶眼可以來保護我們的黃斑部 對 因為黃斑部最不穩定的情況 就是大概約沒有有10%的是濕性的黃斑部水腫 它就是長期的水腫 那我們在臨床上其實發現 除了我們剛才說大量吃油膩或高血壓之外 其實我們有一批很無辜的媽媽們 她是完全不吃油膩 不吃麻辣鍋 也沒有在飆割的一些媽媽 她卻是黃斑部水腫 還有甚至病变 主要是因為在中醫的邏輯和理論上 深深覺得其實黃斑部其實跟你用3C 和用眼過度並沒有很大關係 是你腦部都沒有休息 你一直長期的憂慮 思慮過度 一直都不休息 每次睡眠的話 每次深層睡眠 那個睡眠手錶都是說你是28分鐘 每個晚上睡了12個鐘頭 躺在那邊 眼球一直轉一直轉 腦部一直轉 都沒有睡覺的 結果她最後居然變成黃斑部水腫 甚至失眠 而且媽媽有個問題就是 她就覺得反正一眼不好 還有另外一眼 很有代償性的 兩隻眼睛都壞掉 怎麼辦呢 所以我們建議大家 這個東西就不能用用力按的方法 我們就有一個叫神庭穴 神庭穴相當簡單 就是你從鼻頭向上 就是髮進 進去的地方就是神庭穴 玉皇大帝住在天庭 我們的元氣元神住在神庭 所以我們用這地方去按它神庭穴 你那一根是什麼東西 就抓抓板 就是放鬆的 就很放鬆 本來是放在這邊 你其實可以在這邊去刺激按摩它 順便在往上的時候會到百慧穴 所以神庭到百慧穴的刺激很放鬆 主要不是為了刺激重按摩 是放鬆你的身心的方法 那第二個就是 因為這種媽媽都是過程很緩慢 她每天很養生 每天都是過得很生活很坐嫌正常 可是眼睛卻是後期快速下來 所以建議大家長期喝一個 就玄森穿基 紅花和年草 各五公克 你可以用500cc或是700cc 大火煮沸之後就轉小火20分鐘 你可以每天飲用 我覺得很多保健茶品是 長期少量飲用 就會有效 有點苦 有點苦 對 因為玄森穿基是苦的 去刺激你的一個感光細胞 還有就是視神經和血管 可以恢復的好 讓你的一個黃白布避免 比較適合穩定保養階段比較好 所以神庭穴介紹給大家 還有這個茶飲 保護你的眼睛健康 另外像剛才所有老師講的 要保護我們眼睛 需要吃維他命A 維他命C 維他命E 還有一些葉黃素 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要怎樣混在一起 做一道美味的料理呢 我們廣告之後來告訴你 要選擇保護眼睛的食材 其實很簡單 你看雷師傅把所有顏色 放上去就對了 對對對 我今天要做這一道的是 干貝醬 就是雙鮮 就是左雙鮮 就是干貝醬 彩膠跟雙鮮 然後炒在一起 哪雙鮮 雙鮮的部分就是白蝦跟干貝 那其實我們在做這一道菜一樣 就是很簡單 我們先把這個蝦子跟干貝的部分 放到一個調理盆裡面 你要先處理這兩個東西 對對對 那把它放進去之後 那接下來 我們要先給它撒一點鹽巴 鹽巴把它放一點進去 那接下來把它放一點胡椒 胡椒 先調味 對 調味 對 那把它調味 稍微去給它拌一下之後 現在它們都還是生的 對 都還是生的 那接下來把它拌一個蛋黃 拌蛋黃 對 蛋黃把它放進去之後 等一下我們在炒的時候 它其實那個 蛋香味那種感覺就是非常棒 那是不是比較滑嫩的感覺 對對對 你知道 當然啊 我要跟瑋茹河谷開餐廳 真的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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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那我們上次之後 歡迎大家來買股票 好 我們現在把它拌勻之後 那接下來我們在鍋子裡面 給它加一點橄欖油 橄欖油 放進去 放進去之後 我們稍微給它開大火一下 用大火 對 那稍微去把它悶一下 那我今天一樣就是準備了一些 綠色蔬菜 花椰菜 擺盤用的而已 對 擺盤 對 大家會看到說 其實這是很很熟的那種擺盤 那種中式的那種 那是最實用 對 最實用 對對對 好 那我們現在鍋子稍微熱一下 熱一下鍋子 味道出來之後呢 你看我們現在把它放進去 哦 沾了蛋黃液的海鮮 沾了蛋黃液之後呢 把它放進去之後呢 一樣呢 讓它在鍋子裡面呢 稍微煎個半生不熟的樣子 就是給它半熟 不是半生不熟 形容實用 形容實用 對 半熟 就給它半熟一下 而且這蛋黃已經好像金沙了 對 我們就這樣做金沙了 把它做成像那種感覺 稍微給它半一下 這個我們現在洋蔥的部分呢 洋蔥給它放進去 現在要放洋蔥了是不是 對 放進去給它做一個 炒香的一個動作 現在開始稍微炒一下 對 OK 所以老師 這道料理對眼睛有什麼幫忙 幾乎我們需要的營養素都在裡面 都在裡面 剛才雷師傅用的那個蛋黃 維他命A也是很高的 然後他用了洋蔥 只有跟我們前面講的狐皮素 它是維持血管內膜的柔軟度 所以他幾乎都用了玉米 葉黃素啊 然後維生素A所需要的材料 全部都在裡面 芯也有 海鮮也有芯 是 沒錯 其實我要跟大家分享重點是一個就是 維生素A是植容性的 對 所以至少烹調上面 你油汁一定得先進來 OK 有些人說 那我直接胡蘿蔔汁直接這樣喝啊 那不好意思 因為沒有油汁 你就吸收不了 對 對 對 尷尬兔子的那個眼睛都不太好 因為我三字活摸 沒有炒過 是 沒有吃油 OK 我們把紅黃金醬 大量的紅黃金醬 這樣把椒都放進去 放進去之後 拌炒之後 我們現在把它加一點點米酒就好了 加一點米酒 米酒 米酒把它加進去 對 但是我們今天有準備 一個非常棒的一個干貝醬 乾貝 我本來以為是沙茶醬 以為是干貝醬 干貝醬就SO2干貝醬 然後把它放進去 放進去之後 其實我們把干貝醬放進去之後 不能快炒 不能快炒 因為其實干貝醬 你放進去快炒 味道跟香味不會出來 因為有點像干貝醬放進去 有點要像煎香那種感覺 要悶它是不是 要悶 要讓它燒一下 燒一下 稍微香那味道 其實才會跟所有的食材 混在一起 是用時間就對了 所以現在就在弄炸醬麵一樣 慢慢地拌它就對了 我怎麼會讓你講 那變得很沒有價值量 這是SO醬 對 好 我們現在就把它拌炒一下 整個香味有沒有 它要越炒越香 對 有了 整個香味就出來了 而且我們把南瓜放進去之後 讓它稍微收汁一下 讓它炒的其實那種香味會更香 而且我們在炒這一道菜 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說很多人會去勾芡 對 你們不要勾芡 為什麼 我們讓它收乾這個湯汁 就很好吃 差別在哪裡 差別就是因為海鮮的部分 你有沒有發現海鮮呢 我們用汆燙的 可能只是新鮮而已 但香氣不會出來 那你有沒有發現 如果用烤的用煎的 會比較香 那個香味就是很不一樣 所以我們就是一樣意思 那勾芡的壞處是什麼 勾芡的話 其實我們用處是讓它滑溜 讓它顏色更好看 那看起來 台語講叫金骨 這個看起來亮亮的 那種感覺 所以我們在炒的時候 就是讓它炒到 有點收汁 收汁的感覺 而且南瓜也會把海鮮醬汁吸進去 內行 所以你現在應該是大火在炒 還是大火在炒 中大火在炒 對 OK 那我們這樣子 其實這道菜呢 好 再倒上去 我們這一道護眼料理就完成囉 這道護眼的干貝醬 雙鮮灼彩椒 將煎至金黃上色的蛋香海鮮 與多種鮮豔蔬菜拌炒 料風味美 營養滿分 能幫助眼睛抗氧化 抗發炎 讓你的靈魂之瘡更健康喔 其實眼睛對每一個人 真的非常重要 失去光明 我相信沒有幾個人可以受得了 所以我們就要問一下陳醫師 平常要保養我們的眼睛 你給我們什麼建議 對 黃斑木病面是中老年人 最常見的一個疾病了 那現在最重要就是要內服外用 內服外用 內服的話 葉黃素 花青素 蝦紅素 歐美加3 適當的營養 對 適當的營養 對 適當的營養 就我們今天節目介紹的這個食材是 那外用呢 外用就是我們知道嘛 就是少看手機 銀板電 這個東西看20分鐘休息一下 適當的一個受到這些光線的傷害的避免 對 那如果說要做檢查的話 對 因為像我們剛才講說有時候眼睛的檢查 如果說只是一點點視野缺水 我們自己也不會發現嘛 對啊 因為不可能沒事就去掛眼哥說 幫我檢查一下眼睛或怎麼樣 那我們平常在家裡要怎麼樣做量眼睛 又不像量血壓這麼方便 血壓劑一按就有了 眼睛怎麼檢查 檢查是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每天早上起床的時候 先不要下床尿尿 先眼睛看天花板 喔 你說發呆發呆是不是 我每天早上都有做耶 但是要注意就是說 振一隻眼 閉一隻眼 要振一隻眼 為什麼 就是我要檢查右眼的時候 我把左眼閉著 是 那右眼往上看 對 那看上面天花板呢 你看看天花板上面有沒有多了黑點 那個梁柱有沒有歪 那今天看的那個位置呢 今天看的直線呢 跟昨天看的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沒有不一樣 是 兩秒鐘檢查完就沒問題 就省錢 免掛號的方法 那有不一樣 對不起 趕快去看眼科啦 我們平常會注重我們的血壓 我們可能有血壓劑可以量 今天陳醫師教我們這個方法 早上起來花個兩秒鐘到十秒鐘 就可以看到你的眼睛有沒有問題 如果今天跟昨天不一樣 就趕快去看眼科好不好 這個冬天到了 血壓可能會有一些變化 不是你的腦部會中鋒 新機會可能是 眼睛也會中鋒喔 我們一定要注意 眼睛的安全才能夠健健康看看喔 健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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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 拜拜 糖尿病的腎症率不只越來越高 現在有的特色就是 糖尿病也正在年輕化當中 大家發生糖尿病之前 還有一個糖尿病前期 很多人都會擔心說 吃油會掉 你的功能越吃 然後本來就是越來越退化 那你說 我有沒有可能說 我一開始有吃藥 後來就停藥 當然有可能 事實上這樣的例子非常非常多 一旦發生低血糖的時候 其實沒有非常建議 去買巧克力 來當作低血糖的補充品 趕快加入健康2.0 YouTube的頻道會員 超值活力班 尊榮養生班 都能線上觀看專屬課程 還有豪里等著你喔